我们今天解释一场内蒙小孩这战中国第一动胀的比赛 它的动胀有的时候很强悍 有的时候被压制度也是非常的无奈 这一回合打的又是非常的温放 只用11秒就带走了内蒙小孩的巴神 其实在我心目中内蒙小孩的实力要比臭臭强太多了 但是昨天这个比分我是真没想到 待会比赛雷结束的时候把比分挂在后边吧 就是说被搂了好几把 大概臭臭是6比0的还是5比0的一天的 卷风 特别是东张打这种体积大的卷风 打大珠和大门都有bug 只要是在角落 不在角落有时候也能打成bug 卷风压制 你来我就一个后线 好了 可惜啊 这个必杀失误了 不如你这个 东张下壁下距距离太远 清拳没点中 盲门全轮的不好 又分钱给你搬 旋风又是压制 又打出这个角色 你看看 他太胖了 跳起来比较慢 所以说打这个旋风啊 经常会一屁股坐旋风上 这就给臭臭来了一个可乘之机 好我们看第三回合 大门对战东张 阿达佩 战地劈一下 通胀基本上残血 但是他想通过反哟腿 来了 这次个机会啊 打中之后要约 直接下地下来两两盲的球 然后呢 起身打一个不可防御波 啊 这个是不可防御兄弟们 这不是不可防御波 就起身的跳地是不可防御的 如果你AB 我可以等你AB 这也是一个二格 就是东张手发 先锋跟上 那能AB吗 小伙子啊 越AB死得越快 就是内蒙小孩 在处理这个 巴谁跟东张的这个细节上 他没有那些 其他的告诉打得好 但是这个内蒙小孩的实力啊 绝对毋庸置疑 肯定是能达到 音线中的实力 这一场没打 再摇摇了 当TD被骗 就是一个旋风压制 大猪现在没有气 只能接受 东张的疯狂犀利 看那Kino Khan 啊 啊咋戏 完了 又是三点 忙得起 这又轮死了 如果刚才大猪不死 发个旋风起身 大猪又不可防御 是后跳CD 还是跳CD 这个不好说 看臭着强怎么压制 好 我们看第三回合 我觉得打东张 最好的点 就是旋风又发得好 其次呢 下牌又偷得好 这两个是基本的关键点 完了 又进角落了 又是偷下盘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以为 这打小虎 完了 不可防御吗 就是不可防御 他能压不进来 哎呀 我擦 又穿三 现在们这局 就是生死鱼了 啊 现在的比分应该是 小孩往后追了几分啊 现在的比分应该是 呃 8比9 如果这局 那盟小孩能 扳回劣势的话 也就是说 他俩还能一战 如果这局 面门小孩 是 比分8比1了 被篇风 冰神 比特 小西 从角落出来 两次一遍 抓球 nice 让东张被关进厕所 能不能管住 要一逼了吗 选择是防守 在地区面 动张还没有放弃 一个站低 真好 一个跳低 上发神过来 想跑抓 一脚蹬脸上 让我们看 大猪对动张 那盟小孩的大猪 他好跳波啊 AB那还怕对人 对手偷他 好 当一下 又是一个法权 漏倒 两次跳 突击 难受 这样就没气了 阿达佩 从方向抢腰了 又是被牵着 完了 出晕了 这 可以呀 把能量全废了 没打死动脏 然后还把自己的器权用进了 兄弟们 废了 这种的比资 应该就是10比8的 而且还 有被拐权的风险 他们没有欠 我阿达佩 进角落 顺风 顺风 啊 等你AB 那能AB吗 小伙子 废了 让大门要约 还要约 完了 直接秒了 啊 他放弃了 失误了 直接还是穿 穿